剃度出家是为了续佛会命 弘扬佛法使法轮常转 归依佛门之后 若能发大愿行菩萨道 就会落法出家 许多人经常会认为 出家是为了求安事的生活 是逃避现实的表现 但其实剃度出家 乃是为了续佛会命 弘扬佛法 又有人发大心要来剃度出家 我们知道出家是一个大丈夫的行为 不管你是男众女众 都是现大丈夫相 也就是说要承担如来圣业 要让这一世呢 我们的生命获得提升 所以出家是大丈夫所为 非一般人将相王侯所能为也 所以啊 这个是非常殊胜的因缘 那今天呢 刚好有五位呢 要来落法 要来剃度出家 承担如来圣业 我们都知道 要学习佛的精神 佛陀在世的时候 就是慈悲来度众生 那要选择一个好的道场 来剃度出家 为众生来奉献呢 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今天呢 有五位剃度者呢 他发愿要来玄空法事 来广行菩萨道 要来修行玄空般若妙法 能够离苦得乐 能够上求下化 为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而努力 承担如来圣业 这是非常殊胜无比的 因为我们知道 人的生命是非常有限 人都生活在五场当中 如果我们不能够提升自己 到三界六道之外 这样我们往往在轮回当中 自己不但不能处理 还不能够让所有的众生呢 一起离苦得乐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次大智山玄空法事 剃度法会 共有五人发愿行菩萨道 并选择以玄空法事 作为修行的道场 若法大会上 虽然离情依依 但仍不会动摇 他们行菩萨道的决心 以断除三千烦恼师 来续佛会命 愿众生都能得度 法轮禅转 法界新闻洋之冲 台南采访报道